你好,媽媽,怎麼樣?掛念我嗎? 剛才聽Mokka說 接龍更新網頁的行政人員資料 你還沒給他 好像只剩一天時間而已 你是不是忘了? 他猜到你忘了,快點搞定他 好吧,人事部真是離譜 什麼事?出銷給你嗎? 那倒不是 最近接龍的網頁更新行政人員的資料 明天是結局 Helen,完全沒有這件事 以後不敢提我,不敢跟我說 現在找Mia做醜人跟我說 不是嗎?這麼急,當我們超人 就是這樣,能力越大,欠就越大 沒辦法,一場同事能幫忙 不是嗎?你答應了嗎? 希望我怎麼忍心,同事要死才行 放心,我們是專業,你能做 別想了,快點喝完,快點去跟 來…大口一點 好,慢點… 別客氣先 慢點,我也要做事 好…就這樣 吃飯了Mia,要去今晚吃飯 莫姑,怎麼了?是不是上公司網頁 找齊行政人員,穿更新的照片 之前聽人家說公司跟他們拍了新照片 你現在還問你幹什麼? 有我就不用麻煩你們了 都說你老闆留了USB在家裡 老闆為什麼不回去拿? 他說過了,一來一回天都黑了 如果你不給別人散開的話 可以親自進去問問 別看了,找吧 大家好,是不是已經搞定了? 沒什麼要我幫忙,是嗎? 送總監那張已經找到了 好 但是我們還欠兩張 欠誰? 其實林哥人王欠兩張很厲害 很難找得齊 人事部有什麼可能即趕即要? 不如給我們一天的時間這麼多 人家說得今天賺錢 一定有人來苦衷 我們應該協助其他部門做事 不能夠那麼容易放棄 告訴我,還欠哪張 我協助大家好不好? Helen姐那張找到了 好 我們還欠小龍山那張 小龍山那張? 這就是小龍山 這張黑白,黑白照也行 黑白照不是照片嗎?為什麼? 人事部那邊又追電郵來了 老闆,現在四點多了 如果真的要今天交 小龍山就唯有發這張黑白照 真的行? 小龍山,我找了我急著什麼事? 怎麼能幫到你? 我是不是得罪了你? 你要這樣耍我 為什麼我會突然被死亡? 我不太明白你說什麼 我們之間是不是有什麼誤會? 今天早上有十幾個記者打電話來接輪 問我是不是已經不在人世了 錯了,一看小龍山 你上頭就知道你長命百二歲了 記者為了做新聞什麼都阻礙了 沒有腦子,你殺我 為什麼?接龍的網頁裡面 所有行政人員都是彩色照片 只有我一個是黑白的 人家會不會?很正常吧? 神經病 其實在我管理範圍之內 絕對不會發生這些事 我知道了… 這次搞新網頁是IT部全負責家 還有人事部協助 一定他們有問題,我幫你問清楚 不用問,我已經跟Ivan和Helen開會了 他們說的照片是行政部交出來的 你是沒理由不知道的 當然沒理由不知道,我當然知道 不過你知不知道我最近在忙 勞動第三期的超市發展的項目 所以很忙,把這些事交給Eddie Gun 你是部門主管,這些不是藉口 很不公平 沒理由要我們部門副全責 我們應該是否追究人事部 我這麼晚才交個項目過來呢? 你叫我怎樣忍心這時候 還卸掉我愛其他部門才行 但真的沒理由我們全負責 細龍先生都是講道理的人 讓我再說吧 先坐下,兄弟 其實作為你們的頭 你以為我忍心、行政部 吃這隻死貓嗎? 但是細龍先生,火之眼什麼都聽不懂 連我這個親戚也不停說 說到最後他生氣,說要炒好你們 炒? 好,不過…沒事 全靠我…我忍辱腹中 所以你們才沒事 你為我們做了什麼? 正所謂,男兒身下有黃金 我為你們… 你跪下龍先生,求他不要炒我們 不要,為什麼你要這樣做? 不要緊,我是你們的頭 這些事我預料了 好,所以你們不要再提起這件事了 我怕細龍先生再次撩起百貨的時候 可能會這樣也不一定 我知道 我想你們就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Helen 這裡有三方記憶信 是因為你們在工作上犯了嚴重的錯失 麻煩你簽收 沒有 為什麼只有三封信? 只有你們三個有信 謝謝Helen,謝謝… 其實我的懲罰 怎麼會比你們輕輕 總之你們三個安心收信 其他事,讓我這裡偷來,繼續放下去 新一年祝各位男士 像兔子一樣活潑 祝全港市民上班很輕鬆 升職加工,恭喜…